今天這個 paper 這邊有一個 paper Driboard paper 是今天的筆記 筆記裡面有介紹比較重要的一些部分 我已經先幫大家都寫好了 一開始會先跟大家介紹什麼是Fibes 還有它的什麼申請跟借接 另外這邊有一個現實的範例 所以這個專案我在今天結束之後就把它刪除 因為等一下大家會看到一些比較機密的 叫做key的東西 那key只要被拿走的話他們就可以使用 所以這個範例到今天就會把它刪除掉 另外這邊有一個介紹文 不過這個介紹文是比較針對App的 它的介紹比較深一點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 那Fibes呢 它有幾個主要的服務 我們可以直接在看這個畫面上 在畫面上它第一個呢 它包含了授權認證 就是我們登錄的話 我們可以使用它的登錄服務 那第二個呢 是它的資料庫 那我們今天主要呢 就會介紹它資料庫的部分 第三個呢 是它的Storage 它的Storage有點像是Dribus那樣子 我們可以把圖片上傳上去 那並且呢我們可以設定它的權限 那設定完全限之後 它就可以決定說一般用戶到底能不能上傳 還是只有管理者才可以上傳 那如果說你對於它的Database 夠熟悉的話呢 其實它的Storage的使用方法很接近 那第四個呢是hosting hosting呢是這個專案 就是Firebase提供的額外的站點服務 像是呢大家看到這一個 HighSquad Demo這個Firebase這個站點啊 就是使用它的hosting做出來的 那Function呢 Function是它新出來的測試服務 它可以針對你的資料 如果有異動的時候 去做一些運算 額外的運算功能 那剩下這幾個呢 是比較偏向行動裝置的測試用的 好 那今天呢主要就會介紹前兩個 沒有Database這個 但是會用到這個認證的 主要是用介紹Database這一部分 我們回到這個今天的筆記 所以呢它就有這幾個服務 登入授權 然後這個它的Database呢 如果你看它的全名是Royaltime的Database 我把字放大一點 Royaltime的Database就是它是一個即時性的 像是我們剛剛在傳資料的時候 我第一個頁面傳我第二個頁面也會接收到 所以它是一個即時的資料庫 然後Storage呢就是雲端儲存 但它這個雲端儲存 它比較不像是說 我們可以把整個硬碟丟上去隨便存 它是一個一個的物件的狀態 你一個一張圖片啊 或是一個單一個檔案就是一個物件 但是這邊的話今天就比較不會去介紹這個部分 那靜態網站的話就是剛剛傳給大家的網址 這個授權呢先不看 那Royaltime的Database跟一般的Database有什麼不一樣呢 這邊有一張圖 那一般來說呢 我們的瀏覽器在瀏覽資料的時候 都會從客戶端發送一個訊息說 我要看這張圖片 然後伺服器端就會回覆這張圖片給客戶看 然後接下來客戶就說 我要取得這一段的資料 那他就會發出一個訊息 就說我要取得這段資料 那接下來資料庫就會回傳說 這筆資料在這裡 所以呢 那他的一般的傳輸啊都是 都是從客戶端先發起 然後一次送出都是一個回憶 一次送出都是一個回憶 然後都是由客戶端發起 那下面這個呢就是Royaltime的 那我們這個使用的叫做Saki的技術 Saki的技術比較不一樣 就是說 當用戶就是瀏覽器端 跟伺服器取得連線之後啊 他就可以改成由伺服器端 由向客戶端主動發起發送訊息 所以他這個建立連線之後 第一次可能建立連線嘛 第二次之後都可以由伺服器端發通訊息過來 所以像是這個地方啊 這個地方啊 同學所有的發言 都是從伺服器端主動向這個瀏覽器發送訊息 而不是說我跟伺服器說 噢我直接要更新 沒有 所以這個是由伺服器端主動送出 所以在使用Firebase的時候 特別有這個概念 就是說他是使用Saki的技術 所以呢 如果我們看到Firebase的網站 這個網站我沒有貼上去 我要貼到這裡面來 這網址貼給大家 你如果點到他的網頁裡面來啊 通常我們在看這種服務啊 第一件事就是看他到底要不要錢 所以我們就會點他的價格來看 點他的價格來看之後 假設呢 我們要使用他的資料庫服務 他這邊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數值 叫做Connection 就是連線數 那在免費版的啊 我們使用 這次介紹也是介紹免費版 就是有100個連線數 那100個連線數 就相當於有100個瀏覽器 可以同時像這個資料庫取的連線 那付費版的話 這兩種都沒有限制連線數 這邊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所以說如果我們在做這個聊天室 假設你的人數是低於100人的話 那其實可以用免費就可以了 那當然也不能超過他的儲存空間 那當然也不能超過他的儲存空間 所以這個連線數是 Fivebase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這邊的話呢 大家如果說第一次使用Fivebase 他是Google的服務 所以呢第一次進來之後啊 你就可以直接登錄就可以開始用了 好看一下 打開一下 好 第一次進來的話會長像這樣子 那這次主要介紹的是這個 Hack School Demo這個專案 Hack School Demo這個專案 那如果要開新一個新的專案啊 你就直接點 點了之後輸入名稱 然後還有選擇國家地區就可以了 那這邊呢有一個台灣可以找 要花一點時間就可以找到 好 那按下建議專案之後啊 他就會到這個頁面來 那到這個頁面來之後呢 也是蠻多同學會卡住的地方 就是說 到這個頁面之後呢 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呢 如果同學要用的話呢 這邊先跟大家介紹 就是說 你只要先按新增專案 先把專案建起來之後呢 接下來就參考說 這邊有一個範例 這邊有一個範例 今天要寫的程式碼 其實應該算不多啦 就是了解整個Firebase的流程之後 就比較好上手 你在第一次申請完Firebase之後啊 的帳號之後啊 你會到這個頁面 那也是大家蠻抓的地方 欸到底怎麼辦 然後接下來你就可以到 官方的範例 欸這是官方的範例 打開之後 這邊就有一些範例可以看 那就直接下載下來 直接下載下來 欸我已經有下載了 下載之後啊 就可以使用一個 你們的文字編輯器 或者是VSCode打開 這個我先關掉 欸這邊問一下同學 是使用 是使用 是使用Subline的可以按一下E嗎 就是現在只會使用Subline的 請按一下E 這個問題在這個地方問一下 我同學只會使用Subline 這個地方蠻建議就是大家去下載 在Atom或者是VSCode 原因是因為呢 在使用Firebase的時候 我們需要一個Web Server 但是我們如果要直接開啟一個Web Server 比較麻煩 那Atom跟VSCode都可以直接 裝一個插件就可以開啟一個Web Server 那這邊呢 我開一下Web Server給大家看 這邊我好像 先把這個關掉 如果說你要在VSCode 這邊我就示範一下說 用VSCode開啟一個Web Server 在打開VSCode之後 這邊下面有一個擴充功能的選項 按下來之後啊 你就可以搜尋Server SERVER 那接下來呢 我是選擇這個 Preview on Web Server這個插件 然後安裝之後 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他怎麼沒有說明 這邊呢 他有一個熱鍵 就是快速開啟一個預設的瀏覽器 那他熱鍵是Ctrl、Shift跟L Ctrl、Shift跟L 所以啊 像是這個專案打開之後 就可以用Ctrl、Shift跟L 把它打開來 好像有別的開到 把別的關掉 我猜一下怎麼關閉 我猜一下 我猜一下 我剛剛沒有先開啟一個檔案 好 我們安裝完這個插件之後啊 安裝完之後 他這邊有提供一些熱鍵 那像是我就是用這個 Ctrl、Shift跟L 他就可以直接開啟一個預設瀏覽器 那開啟預設瀏覽器 這邊要先開啟一個檔案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在伺服器的情況下 開啟這個Web Server 這個好處就是說 Firebase有些服務 他一定要有一個預設瀏覽器 才能打開 那如果你沒有使用瀏覽器的話 你沒有使用伺服器的話 你就可能打開不了這個頁面 所以同學要注意一下 如果說你在打開這個範例的時候 有問題的話 就可能要使用Web Server 好 那這邊下載之後 他這邊有幾個資料夾 那資料夾內 這個有蠻多範例的 像是這邊的話 Auth這一個啊 這個是針對於 我把後面再放大一點 像是我們剛剛講說 他的幾種服務 Auth的話 就是針對於他的登錄的服務 所以像是說 我們要使用Facebook登錄 那我們要使用Google登錄 都可以在這邊找到他的範例 那記得這個範例 是針對Firebase服務的 如果你不是使用Firebase 那這邊的 這邊的範例 就對你起不了作用 第二個呢 是database 那我們今天要用的範例 就是database的一個服務 另外呢 還有一個是訊息服務 這個今天不會介紹 另外一個就是 還有Storage 就是儲存的服務 所以你只要把這包下載下來之後 你就會比較 比較容易 比較知道怎麼使用Firebase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是打開 database這個資料夾 然後裡面有一個index 打開之後呢 把web server打開 好 然後呢 我這邊要稍微調一下設定 我要先把它調回 大家剛開啟的時候的預設值 因為這邊有調過 好 這邊調一下 這邊的話 同學可以先不用記 一開始拿到Firebase的時候 它的預設狀態是長這樣子 預設狀態是長這樣 那這個範例在運行的時候 可以先不用改這個地方 另外呢 這個服務呢 在使用的時候 要先 打開一個地方 記得這邊要特別記一下 打開這個畫面之後 要先把它的Google的登錄打開 這邊有一個登錄服務 這邊有一個登錄服務 然後把Google的使用打開 啟用 啟用之後呢 這邊都不用設定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登錄 透過Google登錄 等一下 它這個時候會跳錯誤 原因呢 它會跟你講說 欸 Firebase還沒有定義好 對 Firebase還沒有定義 原因呢 在這個範例的下面 它有出現幾行字 這邊 這邊 它要你替換成 Firebase的設定檔 那設定檔在哪裡呢 它在這邊有提供網址 這一段的話呢 大家如果記住的話 在使用Firebase 就會比較容易 它要你把這幾行字呢 這幾行 替換成 它的設定檔 這邊大家特別注意一下 那在文件裡面 我有提到這件事 你要把這一段程式碼 替換成 設定檔 好 那現在我們就把它的 這幾行呢 替換成設定檔 設定檔這邊有一個 這種 箭頭括號框起來的內容 那這邊呢 就是要依據你的專案去做設定 然後呢 專案的設定值在這裡 這邊呢 我點給大家看喔 在Firebase你的專案下 這邊有個齒輪 這邊有個齒輪 點開之後有一個專案設定 打開之後呢 這邊就有一個專案ID跟 金鑰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專案的ID貼過來 專案的ID 把它調一下 那這個 storage box 這個可以不用 那其實如果要設定的話 它也是叫做跟專案ID一樣 那database的名稱呢 跟專案ID也是一樣的 那我們怎麼確定它是不是一樣呢 其實你只要點到這邊 有個database 點過來之後 你會發現 這個名字就是 Hack School Demo 你點Storage的話也是一樣的 這邊也是Hack School Demo 那我們回到剛剛這個專案設定 那最重要呢 這個key呢 把它複製下來 你只要拿到這組key 你就可以 對這個 這個database亂來 所以它裡面有一個全線設定 就是避免說這個key直接暴露在外面 一般都會去改它的全線設定 那等一下會改給大家看 好 當這樣使用之後 這個我記得不用調 不確定 先刪掉 我記得它是不用調 好 那我們再回到這個頁面來 那我們再重新整理 再按登錄 它就會問你說你要登錄哪個帳戶 然後選擇我自己在用的帳戶之後 就登進來了 登進來之後呢 這邊的話範例都設定完了 所以它程式碼都寫在這個man.script這裡面來 好 那這個地方我們先不看 我們先看 它在這個專案 這個範例專案可以做什麼事情 那我們回到database這個地方 當我們登錄之後 這邊會出現我的email 這邊就是說 我在這個服務上面登錄了 那database的部分呢 它就會出現 這邊有我登錄的訊息 然後我來新增一個資料 那不要提示 哈囉 增加一個訊息 這邊就多一個新的文章 那我們再回到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邊有一個新的post 這邊就是我剛剛寫的內容 所以它就是 將這邊的資料庫就會跟 這個 Fibase database做連線 連線之後呢 我在這邊新增文章 就會直接傳到database裡面來 那這個database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的結構啊 其實大家都看過 都看到吧 這邊可以叫做匯出json 它可以直接匯出json 那匯出來的東西長怎樣呢 給大家看 這邊呢 那我把 Fibase的資料庫 匯出來之後 大家應該可以看到說 這一段其實在我們 JOSPAY課程裡面有介紹到 這個就是json 它匯出來的內容就是json 然後呢 這是剛剛 這是我在另外一個範例做的訊息 那這個post呢 是我剛剛透過 他這個服務 登錄進來之後 然後 所填寫的一個範例 那這邊有寫說 作者是誰 然後這是作者的頭像 那這邊的話 我寫了一個範例 那 表題是hello 所以透過它的範例 你就可以很快了解 Firebase到底是怎麼玩 那也了解說 這邊有一個快速初始化的設定 那這個初始化設定 你只要知道 它這些內容從哪裡可以貼過來 那你就可以很快把Firebase的基礎 給建起來了 建起來之後呢 我們稍微看一下它這邊的設定 這邊呢 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看到 剛剛匯出了它的資料庫 就是這些內容 所以這邊這個資料庫 應該還蠻好懂的 所以這邊就是有訊息 那我可以把 如果我要把這個刪掉的話 我可以直接把這片文章刪掉 刪掉的話 這邊也會消失 這是一樣的 然後這邊有個規則 規則的話 預設值是長這樣子 預設值是長這樣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在規則裡面 它有分為讀跟寫 這個是讀 這個是寫 所以讀的話 它必須要登錄 你登錄的狀態不能是空的 你才可以讀 那一樣 寫的部分 你讀 你不能是 沒有登錄的話 你沒有登錄的話 你就不能寫 像現在的話 如果說 我把這一段 如果開啟的時候 大家在這邊 可能就沒有辦法留言了 對 在這個地方都沒有辦法留言 因為呢 它現在規則就是說 它要 登錄的狀態 它才可以讀跟寫 所以呢 我在剛剛這個範例裡面 我把它改成True 就是說 大家都可以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讀跟寫 所以它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規則 也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備份的話 是要付費的才能使用 那用量的話 就是 可以知道 現在是免費的嘛 所以剛剛用最高連線數是30 剛剛有30個同學 同時使用這個服務 那另外還有 儲存空間跟下載量 那這個的話 就是免費 都有免費的耳朵 其實都還蠻大的 蠻足夠同學去練習的 蠻足夠同學去練習的 好 那所以現在 現在同學一樣可以繼續留言 到剛剛這個地方有沒有 就是有沒有聽到的 有Lost調 不清楚的地方有嗎 有問題的按個 按個零 如果沒有的話 繼續往下介紹囉 好 那我繼續往下介紹 好 所以啊 你透過他的服務啊 透過他的那個 StackKit 你就可以很快建立一個 把他的範例做連線 那連線的時候 就是把這些設定值都補上去就可以了 那另外就是他要載入他的 第一行是他的Squip 那這幾行就是他的初始化設定 那接下來呢 就是 就是把他整個Firebase清起來 好 那這邊的話要介紹一下他的一些基本語法 這些基本語法在 在他的範例裡面都可以找得到 那他範例裡面呢 因為他沒有載入其他的框架 這裡面全部都是使用一般的Squip去寫的 所以同學如果上過JavaScript課程的 應該蠻容易看完這篇文章在寫 他的原始碼是在寫什麼 再搭配這邊啊 這邊有一些 他的基本 常用基本文件 那我這邊的話我就直接介紹這邊 我就不一行一行介紹他這邊怎麼寫的 好 這邊的話呢是初始化設定 這邊同學剛剛都看過 那接下來這一個呢 是跟特定的資料夾產生關聯 跟特定的資料夾產生關聯 所以當我要存取某個資料夾的時候 那我就會使用Firebase Database 然後REF 那我就會跟他產生關聯 那產生關聯之後 這邊有一個 一般的話我們會這樣寫 把REF等於 這樣子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把這個關聯呢 這個關聯存到這個變數裡面來 那接下來這個關聯就可以來做很多事啊 像是我要儲存資料 來設定資料 或是新增資料 或是取得資料 都可以用這個REF 那所以說像是我們會看到說 它都會 它都會 好 它的文章 它這個程式碼真的很多 等一下我們再示範一次 所以一開始我們都會先產生關聯 那設定資料跟Push的話 這兩個呢 我自己是比較常使用Set 我比較常使用Set 因為Set 它可以比較 它如果Push的話 它會像這樣 Push的話 它會幫你隨機產生一組Key 那有些時候Key 我是自己設定 所以我會使用Set 然後這邊取得資料分為兩種 一個是Once 就是一次性的 一個是On 一個是Once 一個是On Once呢就是說我取得資料 像是這邊這個聊天室就是使用On 就是它有更新的時候 它會主動把資料往我這個聊天室裡面丟 那Once的話就是我取得資料 我只取一次 那如果有人在寫新的文章的時候 寫新的文的時候 我這邊就收不到 那這兩個就插在這裡 所以它會有分為一個是Once 一個是On 兩種 那授權的部分 剛剛有簡單介紹一下 那至於授權的部分的詳細介紹 這邊有一個文件 有興趣可以去參考看看 那一開始比較建議說 你先試著把這個服務建起來 那再慢慢去做一些實驗性的調整 Firebase它是一個蠻大的服務 很難在一兩分鐘 或是一個小時就全部學完 但是它真的很好玩 像這個聊天室的程式碼就很短 那我們現在來建一個簡單的程式碼範例好了 我這邊有新增一個index.html 然後呢 我把這個 我用這個頁面來做 等一下喔 這邊我開一個簡單的範例 那這個簡單的範例呢 我先打幾個字 我打開這個頁面 那這個頁面就是目前對應這邊的頁面 那我們先使用JQuery 來寫一個Firebase的 我們先寫一個 我們先寫一個 TodoList 用JQuery來寫 那所以我們先載入JQuery的CDN 再寫一次 大家也會比較了解 那我們就直接載 載這個壓縮版的 不給我縮寫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載入依據它的文件說明 我們依據它的文件說明 我們來初始化Firebase 好 這一段呢 這邊同學要看一下 這邊先載入JQuery 那這邊的話呢 是載入Firebase的設定檔 那設定檔我們剛剛有寫過 所以我們直接把剛剛的設定檔貼過來 這個是剛剛的設定檔 同學還在位置上吧 沒有恍生 這邊 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寫一個input 那input呢 它是文字類型的 那後面呢 帶一個button 然後input給它一個id叫做input 那button呢 也給它一個id叫做btn 好 那下面的部分呢 我們用一個ul 我們先準備一個ul 給它 我們來看一下畫面有沒有正常 另外呢 我們把下面的console打開 確定一下有沒有跳錯誤 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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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的話呢 大家應該都還蠻清楚 就是說老師現在在幹嘛 我們現在只是把一個基本的環境建起來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使用JQuery JQuery一開始呢 就是先使用DocumentReady 然後呢 確定頁面載入完成之後呢 開始執行JQuery的那些內容 好 首先呢 我們先把 先試著把資料呢 往 往database上面送 這個是資料庫 我們等一下資料會送到這個message裡面來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message刪掉 先把它清空 好 那我們就宣告 我們要用的訊息 是從 是從button 是從這個input裡面來 然後 取得它的值 然後呢 我們要 剛剛少做一個動作 就是說 我們要先跟這個資料庫產生關聯 那資料庫產生關聯呢 我們就會用 AMSG 在它的官網放逆裡面 它通常都用REF 來代表 這是一個關聯 的變數 好 那關聯的方法呢 就是使用 它有提供 它的文件裡面都會寫到 就是使用Firebase 然後點Database 然後括號 括號後方呢 就是點它的資料庫的位置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說 我們要取得的是 我們要把資料寫進去的是 Messages 那一個 那個資料庫 所以這邊呢 就會跟Messages這個資料庫產生關聯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可以把資料 往這個資料庫裡面送 那我們來試一次看看 當然我們要確定說 只有取到 MSG 那我們現在要把資料寫進去 那Push呢 都是使用物件 都是把物件送進去 那物件內容是什麼呢 那我們就可以用Message Message 然後我們送進去的是這個 MSG的內容 我們先把這段註解掉 我們先來看一下說 我們有沒有取得那個MSG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輸入123 然後送出 欸沒有 喔我忘 超蠢的 忘記做Click事件 我們要按下這個Button的時候 我們要按下這個Button的時候 這個關聯呢我們會放在一開始 通常關聯會放在一開始 然後呢我們要按下按鈕的時候 我們取得這個input裡面的值 我們先輸入123 有 這邊有123 那我們這個時候呢 就是對這個關聯的資料庫 推送一筆資料 我們對這個資料庫 然後推送一個 在Message屬性這上面 推送一個Message的值 就是從我們剛剛這個input取得下來的值 那我們來試一次看看 好 123 推 推了之後呢 欸我們就看到這邊有綠色的 動一下 很快齁 把這邊拉在旁邊給大家看 當有新增資料的時候 這邊會有即時性的異動 那我這邊的話 我就推 再推一個訊息進去 欸有看到這邊有多一筆 那我們可以把它打開來看看 是不是456 欸123 456 這是我剛剛推的 好用這種方式呢 第一個就完成 就是說我們已經可以像database 就是傳送資料 那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試著從資料庫取得資料 那取得資料的方式有兩種 一種是 剛剛有講到嘛 一種是once 就是一次性的 那一次是on 那我們可以先用一次once的看看 我們先用once的看看 那這個我們在取得資料通常是說 頁面一載進來 它其實就可以取得資料 那現在呢 我們在畫面上其實有 現在已經有兩筆資料 所以我們可以試著再重新整理頁面的時候 然後把那兩筆資料載進來看看 那所以呢 我們要把這個關聯呢 換上我們剛剛準備的關聯的資料庫位置 那其實這邊呢 那其實這個 我這個程式滿音寫差不多了 它取得的值啊 通常他們是用StandShop 這個變數在傳 那它的值會存在value 這裡面 VAL這個值 這個 這個 function裡面 所以我們用console.log去看 我們就可以看到 那兩個 那兩個變數 那兩個值 我剛剛重新整理就好 這邊就取得兩個值 這邊有兩個 那1 2 3是我第一次送的 那4 5 6是我第二次送的 這邊有一個重點 我剛剛沒有講到 就是 它這個Jason 少了一種 少一種 少一種 我忘記怎麼講 少一種變數 這裡面全部都是 這個是字串嘛 那這個數字 那它這裡面呢 不會有陣列 它這裡面沒有陣列 它裡面只有物件 這邊要特別記得 所以它傳回來的 都是物件 它不會有陣列 所以使用Firebase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它沒有陣列 你傳資料的時候 都要用物件去傳 那我們在取得值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值 顯示在這個畫面上 把值顯示在畫面上 那我們可以使用List 我們先定義一個空的值 這個在 在課程裡面有介紹 那我們使用是 都使用JQuery 那我們就使用JQuery 的方法 JQuery裡面有一個叫Each的方法 那這個方法就可以把 這個物件 它物件裡面有很多個 很多個子物件 它就可以把很多個子物件 都全部一個一個抓出來 那我們後面再接Function Function裡面通常 我個人比較習慣 就是一個I一個Item 那I呢 就代表說 這個物件的Key 就是前面的屬性 那Item呢 就代表這整個物件 好 我把它印出來給大家看 點Log 然後I 做點Item 好 這邊的話 再加一個值 比較好用 這個就是第一個的Key 那後面是它跟著的物件 那這是第二個Key 這是第二個跟著的物件 那用這種方式呢 我們可以把 Li的結構把它組出來 那我們把它顯示在下面的UL裡面 這UL我已經先準備好 我要給它ID ID叫做UL 那這邊呢 我已經有先宣告一個 空的list 那我這個時候就可以使用 這邊呢 我有一個兩個反引號 這個反引號是ES6 在我們JavaScript後面的課程 後面的課程裡面有介紹到 那我們在這裡面寫 寫 HTN的結構就會比較快 這邊的話 我們就可以插入 item的 這裡面有一個item 我們把它打開之後 這裡面就是message 所以它等下會帶入一個是123 一個是123456 那反引號裡面的字串啊 如果我們要插入變數 是用一個前字號 搭配大課號 那這個是ES6的寫法 跟JavaScript有一點像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把它寫進 上面的UL裡面 上面的UL 就叫UL UL 搭配L 好 我們再一個 好 搭配List 這邊要在寫 接下来他每次加的时候都会把它自己再加进去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个的时候 他就会把很多个都显示出来 这个就是Firebase在取得资料之后 他就是他把画面绘制出来的方法 那这边我们刚刚讲到说 这个是once所以他只会绘制一次 所以我这个时候如果输入新的内容 456789 他都没有反应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制造裤里面是有的哦 他有看到456789 但是在画面上面呢他就没有更新 那如果要更新的话我们就要使用on 不能用once 好那我们把它换到on看看 这边有写好的程式码 我就用现成的 好这边我再来更新一个内容看看 他只要每次触发的时候这里面的函式都会在整个跑一次 所以我这边如果再加入英文字的类型 他就会接在后面 然后并且把所有的内容都在跑一次 最后呢我们再做一个小方法 就是把这个是加上去嘛 我们这边做to do list 所以我们加上去就要试着把它移除 移除的话呢我们可以使用button 这边呢就是说我们在li里面我们可以再插入一个新的button 那这个button呢有个class 它class name是移除就是remove 那是等一下我们来做触发事件用的 那这边我就打移除 然后呢如果说我们 如果只有这样的移除的话 我们不知道它移除的是第几个 所以我们这边要再加一个data key 等于 签字号 好那我们要知道是第几个嘛 刚刚我们有把key取出来 key就是这个i 刚刚我们在跑回旋的时候有看到这个i呢就是它的key 那我们就把key先写在这里 那等一下我们试一次 大家可能会比较清楚说 这个刚刚写的那一段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这边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写 在query的时候可能会犯了一个小错误 那我这边我就故意犯一个小错误给大家看 这边我把它改善 点class 点remote 按click 我要点击那个移除嘛 我们来看一下点这个移除到底有没有用 然后我们remote remote什么呢我们要把他的key 的直秀出来 那起初他key的直的方法呢就是使用 前字号 然后取得 就是他当下这个按钮的事件 然后取得他的key 点在他 这不知道同学有没有记得这个写法 在我们 课程里面都有 好那我们这个时候这个是错误的范例 所以他这个时候点的这个移除会没有反应 原因那是因为这个button 这个button是在我们画面生成之后才产生的 所以啊一般的这个事件你直接这样写啊是抓不到的 如果你要抓得到的话 你必须先定义外层的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很多人不清楚的小知识 如果我们要取得那个button的话 我们要先定义外层的 select 然后呢在里面这个地方 我们再塗上remote 所以这个remote呢是指里面的小button 那我们要从外面往里面找 这个时候来点点看 这个时候就会看到说这个按钮事件是有的 所以啊 如果要试着把这个内容移除 移除的话我们这里面有介绍到 什么没有 好移除我现在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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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移除资料的话 可以 啊 就 一般是不建议这样子啊 一般的话我们会使用 一个child 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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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ld在 啊 在任何的 资料库产生关联之后 都可以使用child 那child里面要填一个值 里面的值呢就是他比如说你里面 像是如果我们在资料库里面 啊如果我们是选 关联这个 确论的话 里面的 啊 里面这个该怎么讲 里面的这个key啊 就是可以写在 child里面来 所以这里面呢通常我们会写一个key 或者是其他的属性 然后最后把它移除 好那我们现在就把 刚刚这笔资料把它移除 那我们刚刚关联的 这套库是叫做messageREF 然后这个key呢 这边的key呢就是指我们刚刚按下去的 那个按钮所带出来的key 那我们现在呢试着把 这上面的内容移除 我点这个789 他就移除了 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地方有什么变化 像是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个456 我们把456移除 按下去 这个456他变红色 那不会就消失 这个就是用 Firebase做的 简单的足足历史的 一个 做法 那我们一样可以新增新的内容 马斯波 然后送出 然后送出 那这边就多一笔 那我一样可以把它点开的时候按删除 它就变红色 然后删掉 那当然另外一种删法就是说我们直接点 从这套库里面去控制 这样也是可以删除 那我这边画面上也会跟你删除 到这边的话有问题吗 有同学觉得讲太快 或是有不清楚的地方吗 属性的值可以去 值可以是物件吗 可以 你的意思就是属性的值可不可以是正列 也不行全部都是物件 就物件到底就对 那如果你真的要存正列的话 那你必须把正列转成字串 然后再塞进来 那你要取出来的时候 然后一样要把它去 再转回来 所以它原则上就全部都是物件 有同学听到初神的吗 初神的请安2 好看来大家都有跟上 其实Firebase真的很好玩 像我现在有些东西都直接用Firebase在做 因为 身为一个前端 前端如果你要做到全部 做到全端是真的很累 但是Firebase它 有一个很简单的资料库的架构 那我们只要会了解 物件的概念 我们就可以开始 试着去操作Firebase 那也很开心 大家都听得懂 谢谢您的 没什么 谢谢您的